捅一下捅一下捅一下 你知道發生什麼狀況嗎 發生什麼事啊 直接就捅出一個洞來了 第一次長久以來就是全部都會變水庫 這不是什麼鬼啊 這買的到底是什麼 我更慘的是什麼 強制保鑣對不對 整個大樓 大樓沒問題 地產直接下線給你看 整個中國為什麼他們強制這種 豆腐渣工程硬要交哦 就是會出現這種爛問題 好 宇全 剛剛講到的 美國經濟器用所謂的水生活 來迎來這個所謂的三中全會 除了剛剛講的七大水系 全部都淹水之外 現在大家也注意到了 你的經濟非常的糟糕 之前不是講嗎 你的經濟火車頭 你是你的房地產 房地產當時很多人變爛尾樓 爛尾樓我就交不出去 所以現在中國說 我要保鑣物 好 我保證 你要保證 把這個房子給我交出去 那現在中國有沒有保鑣 要把東西都保鑣出去了 結果保鑣出去 不保還好 不交還好 一保一交就發現根本不能住 對 保鑣根 因為他們現在強制保鑣之後 導致說最後廠商有沒有 把所有的貨物交出來 有 房子看起來外觀美倫美奐 結果真的直接看到裡面之後 才發現完蛋了 出了大問題 比如說我們講 在湖南有一個地方 它通天花板 看起來很漂亮 對不對 整個白白的一片一片 就保鑣根 你知道他拿那個掃把 去捅一下 捅一下 你知道發生什麼狀況嗎 直接就捅出一個洞來了 整個捅上去之後 一個大洞馬上就爆出來 而且不只是大洞 還有一些 就是它天花板 對 你看 而且還有殺死 跟這個我們講的 揮樣 不不不不 就這樣一直卸下來 不是 我如果住在三樓 我往上瞳 我居然看到四樓 不然這次四樓 看到瞳到五樓 對對對 樓上還會告你 樓下變態 你怎麼會這樣 他說不是啊 我本來只是想說 有一個蚊子 可能要打一下 打下去 馬上就一個大洞 而且更慘的那是什麼嗎 怎麼講 往上不行 可是這個混泥土 根本其實不夠啊 不是啊 我跟你講 海沙屋都不足以描述這個狀況 因為海沙屋 也不會被掃帚打敗 好不好 怎麼會掃帚捅一下 而且沒有鋼器 對 沒有鋼器 他鋼器跟鋼器沒有連起來 對 而且更慘你知道什麼嗎 他們有些人說 好好 那我房子裡面內裝的問題 我去地下室總行了吧 結果也不行 知道什麼嗎 開車往地下室 人家講 開著開著開著 結果下去 而且是恆大喔 恆大夠大家了吧 恆大很有名了吧 恆大四季 結果開始就說 不好意思 裡面是水庫 水庫 他的地下停車場 完全變水庫 整個全部都漏光了 所以你說這個恆大四季 我也是火保交了 我也要交給人了 結果發現在地底下 地下室是這個樣子 欸 保倫哥我跟你講 而且你不要誤會喔 這個不是因為什麼外頭下大雨 我們是不是常常介紹說 中國的下大雨 沒有喔 外面呢 萬里晴空 完全沒下雨 他就單純 他的管線太爛了 所以地下室 長久以來 就是全部都會變水庫 這不是什麼鬼啊 這買的到底什麼 我要跟你交替 也不是交這種東西給我啊 甚至有什麼 微欄你知道嗎 微欄你知道嗎 就這個你看 就微欄 看起來很美倫美化 歐式微欄你看 手輕輕拮 一般都對 不是 他本來就沒有裝好 摸一下 整個水滾滾滾下去 甚至是我們講 最重要一個防止的東西是什麼 量柱 我們剛才這些都還可以在 維修惡補 但量柱總不行 你知道嗎 他們有一個量柱的狀況 你知道底下是什麼嗎 你看喔 他量柱整個用手插去發現 是空心柱 裡面下面整個是懸空的 柱子是空的 不住原來是空的 各位你想想看 這種東西誰敢住啊 拜託你空著 你的量柱的目的 就是要支撐重量 你這樣連重量都支撐不住 你還要怎麼住下去 而且更慘是什麼 強制保鑣對不對 整個大樓 大樓沒問題 地層直接下線給你看 就你們現在看到這個 整個都崩掉了 他直接地層整個崩掉 所以你就知道 現在整個中國為什麼 他們強制這種豆腐紮工程 硬要交喔 就是會出現這種浪問題 你看到了中國這些災難的時候 有時候搞不清楚 他到底是天災還是人禍 這不是講嗎 你現在很多的天災 現在不是淹很多水 淹很多水 你都幹嘛 跟他的水壩潰堤有關係 不要你的水壩做得很爛 第二個就是 他根本就在水最大的時候 開始放水 開始這個洩洪 開始洩洪了以後 你這個讓水患更嚴重 那現在更誇張的是 他的豆腐渣到現在為止 已經不是說那種偏遠的鄉鎮 李恩剛剛講 你在佛山 在武漢那個大樓 去幹嘛 不斷地搖晃 不斷地搖晃 如果我在這個大樓 我會嚇死了 這時候當時大樓 因為是在佛山的一棟 這種金融大樓 我們講A半 就是最高級的金融大樓裡面 你現在看到畫面就是 他整個大樓開始左搖右旺 結果在辦公室裡面 嚇壞了 你說說是發生什麼事情 地震嗎 我怎麼跟坐船一樣 他們在裡面形容說 都快要暈船 他叫做萬科金融中心 萬科算是中國非常好的 這個所謂的營建商 另外你的金融中心的意思 就代表 你是這個地段裡面 也做著最高最豪華的房子 結果他搖成這個樣子 對沒有說 因為你仔細看他的外觀 那個是用玻璃帷幕外掛 是代表他是非常高級的頂級商辦大樓 結果沒想到整棟在晃著晃著 然後我知道觀眾朋友 你這個講 雨薛人在去地震 什麼大不了 什麼了不起 對 原本有關檔位 跟裡面的住戶 第一時間也是這樣想的 結果你知道他們走出大樓之後 發現什麼事情嗎 沒地坑 根本沒有搖 隔壁洞也沒有搖 隔壁洞也沒有搖 怎麼就我們這一棟一直在搖 不是地震 嚇壞了 他整個不是啊 而且也沒有時候風吹草動 結果這棟大樓 跟這個淹水這個暈船一樣 莫名其妙開始在左搖幽化 左搖幽化 更可怕的是什麼 搖的裡面有沒有看到 整個裡面的水壺 門板 然後到整個門縫 全部都在搖 而且你看喔 因為他們經過疏散之後呢 大家才會跑到樓下嘛 跑樓下的時候還好奇說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開始來拍 舅保璃哥你知道發生什麼事情嗎 還在搖 還在搖 沒有地震搖這麼久了吧 搖太久了吧 好幾分鐘還在搖 你仔細看 全部大家整個底下的人都在圍觀 所以我跑出去再跑回來 他還在搖 沒法上班吧 你這太可怕了吧 結果他們到現在為止去調查 還在排查說 不對 也不是地震 那這種大樓理論上來講 到底是什麼樣的工程 可以導致他說 因為你就算要搖 你也要有個明目吧 比如說風吹過來或幹嘛 都沒有就是蓋太爛了 整棟大樓莫名其妙在搖 那你說雨璇 這可能是個案吧 不只因為為什麼 在廣州也有發生同樣的狀況 你知道廣州發生什麼嗎 就有人蓋著這種大樓對不對 他是櫻架蓋到一半 本來蓋到一半的時候呢 就莫名其妙 也沒有地震喔 各位 就你現在看到了 好了 櫻架瞬間倒塌 而且他為什麼 隨風飄逸 隨風搖擺 你仔細看喔 風在吹 結果他就在那邊搖啊搖啊搖 這個大樓倒得一塌糊塗 結果上方有的地方 還繼續在那邊 他們就調侃說 不是吧 這個大樓怎麼爛到這種地步 跟紫胡的一樣 抓狂的 風一吹就倒了 而且甚至是什麼 甚至是附近的變速物 都因為他這個整個倒塌下來 產生了變形 所以你仔細聽 現場的民眾你看喔 還有人在那邊走來走去 因為索性他還是改到一半 根本還沒蓋好 但裡面有沒有聽到 而且那個公司的外掛全部都掉了 對有沒有聽到裡面還有呼救聲音 另外就是中國現在 有一個東西炸鍋了就是 我們來講不是梅隆高速公路 它出現了所謂的豆腐大工程 然後豆腐大工程裡面 它的整個地基全部流失了 再造成了當然講的 48個人死亡 現在搞了半天 已經到51個人死亡了 沒錯 現在不但51個人死亡 現在不是只有梅隆高速公路喔 現在一個一個高速公路 都出事了 對沒錯 過去一段時間中國 最引以為傲的就是說 我們的基礎件事 快很準 中國是基建模仁對不對 我的鐵攻擊 但是現在這些都受到非常大的考驗 特別是這一次這個大宇宙 那梅隆高速 或是梅大高速 這一次出了非常大的問題 你看出現這個 杜姬被掏空之後 非常多車掉下去 現在已經造成51個人死亡 這個狀況 而且現在很多人在網路上抱怨 就是說這一次的 不幸過世的人 他們都是晚上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這個不用收費 所以開車回家 然後他們都在廣中工作 那事實上老家是在 這個福建的一些打工仔 所以現在很多人就開始在那邊抱怨 但是這個文章送去 沒多久就被中國官方把它刪除掉 你不能夠抱怨 那不能夠抱怨之後 現在很多人把它制止到什麼 這裡面可能涉及到探屋 像這幾年呢 這幾天很多人就在看 你看 他斷掉了這個橫切面 這個探方的這個橫切面 原本的這個好像 跟原本的設計都不一樣 我們知道事實上在台灣 很多道路來說 最上面一層 甚至還會蓋這個鋼筋 結果保證你知道 他們現在說什麼 他們說知情人數說 原本的預算是18億人民幣 最後被增加到20億 然後其中領導拿了8億 然後錢客分了4億 然後還有8億被各級領導 那個哩哩哩哩 所以真正用在工程的 所剩無極 所以才會工程品質 這麼爛的一個狀況 好 那剛才講現在 如果它有問題 但就是系統性的問題 系統性的問題 它就不會只有一個梅龍 沒錯 剛才講現在連湖南的高速公路 都出現了數公尺的裂縫 抱歉 除了這個原本的龍梅高速公路 梅龍高速公路之外 現在大家只指說 誰是下一條梅龍高速 現在大家都說是這一條 這一條在長德這附近 長德這附近來說的話 它其實是安鄉到這個磁利的 這個高速公路 保證它這個高速公路 沒多久 它其實完工沒有多久 通車兩年半而已 現在已經出現這樣 數上都是 我們台灣的高速公路 如果出現這麼大規模的裂縫 被罵死了 大家被罵死了 而且這個之前還補過 所以這個道路 大家都說裡面坑坑巴巴 到底是什麼一回事 他們說總投資金 有102.5億人民幣 他說這是高速公路 那高速公路 居然會這個樣子 他說它的路基顯然是非常軟 所以才會出現什麼 好像貪方 可是高速公路 不應該是硬性的地面嗎 怎麼會你鋪柏油呢 所以就變成是這個樣子 好 那除了這個之外 保證還有更誇張 你看這是另外一條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你看 這裡面居然坑坑洞洞 也就是說它好像路基 填得不夠多之後 雨下了很多 結果路基被掏空之後 它這個洞就出來了 所以就出現這樣 現在這種洞 誰敢開上去啊 這多危險 對 你現在的時速洞 就是上百公里 上百公里有個坑洞 那車不就飛出去了 會翻掉 好 那除了我們知道 除了在湖南這個地方來說話 湖南跟河南之外 最近還有什麼 我們都沒有注意到 是在雲南這個地方 有一個獨龍江的公路 因為整個下雨的關係 它也是一樣 它也是出現整個 整個所謂公路滑坡 這是整個公路滑坡下來 然後目前為止 也造成非常多人受傷 跟困在當地的狀況 所以一個接一個 中國真的是一個接一個 我們看最近 除了最近的一些消息之外 之前也有發生過 從2021年的時候 正在這個洛陽這個地方 洛陽下暴雨 原本路是好好的 結果沒想到路了 你看這個路整個路基貪方了 貪方之後呢 你看貪方之後呢 這個靠近了 後面就是 我們拍的這個位置 其實就是他們人民住的這個地方 你看沒多久就整個貪方掉 那不只這樣貪方掉 後來還發生什麼事情 在2023年的7月也是一樣 這是在四川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來說 原本有兩條高架橋 結果有一條高架橋呢 突然之間就斷裂了 斷裂崩了之後呢 後來也是有車摔到這個鄉下面去 就火燒車 火燒車之後 後來就有幾個人過世的這個狀況 而且寶傑這個最尷尬是什麼 這一條高速公路還獲得什麼 四川省這個工程所謂 天府碑的這個獎上 還有省的什麼 武好告訴國家優質工程 結果被他獲獎連連的高速公路呢 居然貪方了 好那不是只有這樣 這也是另外一個 這是在2023年的8月23的時候 當時的杜蘇瑞颱風襲擊中國的北部 結果也是一樣 人民開開開開到一般的過程中間 整個路就不見了 那你看路不見了 你看這個真的非常驚險的這個畫面 開開開開過去 它就掉下去了 天啊 對 因為為什麼 它這個突然之間這個路就不見了 它也沒看到 那你看以這個速度來說 你白天都看不到 你晚上怎麼可能看到 所以你知道為什麼沒大高速公路會這麼嚴重 即使貪方那麼大 你都看不到 所以它是這一直發生 後來在2023年的9月5號也是這樣 這是一個大橋 大橋來說它可能就是設計不良 那當然也遇到這個百年遺遇的這個 這個水災 結果水災衝衝衝之後 寶傑那衝衝衝衝到最後怎麼樣了 這整個路完全被它衝破一個洞啊 就這樣一直衝衝衝破一個洞 大家想說這怎麼會這個樣子 它被衝刷掉了 對 在台灣不可能發生這樣 在台灣要嘛就是整座小被衝走嘛 怎麼會這個樣子呢 這到底 而且沒人要發現後 裡面根本又是恐怕又是有空的這個狀況 雖然中國的都 我們都說中國好像都是說得很好聽 譬如說從我們一開始講的 這個武器說得這個很厲害 但是真的賣的這個狀況怎麼樣很爛 另外工程也說我們這個很棒 可是問題是實際用的時候 遇到這種暴雨來的時候 你就現出了原形啊 我們在前一段時間談到是 廣東面對到了一個百年來最嚴重的一個水壞 在這個水壞過程裡面 廣東的煤龍高速公路居然發生了貪方 這個貪方造成的人死亡人數不斷地向上攀升 一開始講19個人 後來36個人現在最新的數字48個人 大家本來想說這天災這是一個不幸的事件 可是沒有想到 現在再查下去的話它太可怕了 它根本就是一個工程的必然 它根本就是一個人禍 所以事從我沒有想到說 中國的豆腐渣工程 豆腐渣工程照講高速公路的工程品質 是要最嚴格的 沒有想到這個煤龍高速公路 這麼重要的公路 它竟然是豆腐渣 沒錯 事實上煤龍高速公路的這個悲劇來說 目前為止死亡人數是節節攀升 現在已經有48個人死亡了 而且現在我抱歉你知道 現在原本大家都說 那是因為超級大暴雨的這個狀況 結果沒想到目前為止 中國媒體的調查之後認為說 這可能是一個人禍的居高的成分比較高 可是它不只是天災 它更是人禍 對 為什麼 因為在這個地方來說 去年就已經有說 包括說旁邊的陸基有貪方 然後就有人說 這個地方的水土寶石好像做了有問題 去年就已經被檢舉過 而且去年還因為這樣 還有停止過一段時間 就沒想到沒有記取消息 這是之前 去年的水土寶石沒做好 他已經就做成這樣之後 結果沒想到人家檢舉 結果檢舉之後 他還是沒有改善 沒有改善之後 因為這次下了太大雨之後 導致他整個陸基攤方之後 整個造成48人死亡的這個狀況 而且跟人講到一開始 他還不承認說最多只有19個 後來太多的記住 像我的家屬經過這個地方了以後 根本找不到人 找不到人 這個死亡人數遮不下去 而且這個沒有辦法 這些車子就是一輛一輛的掉下去 一輛掉下去 你想隱瞞都不得隱瞞 現在已經到了48個人 而且你看看到這個大火 當時非常可怕的是 因為他是半夜整個坍塌 半夜坍塌的時候 那個車子都不知道 一台接著一台一台接著一台去 這樣掉下去 掉下去的時候 這前面的電動車 掉下去了以後 引發了大火 後面的車子 看到大火才停下來 要不然的話 他的死亡人數會更可怕 沒錯 目前為止來說 非常多車子掉下去之後 就直接就焚燒完畢 因為為什麼 就直接爆炸了 因為裡面來說有 有汽油爆炸 然後有電動車爆炸 那溫度 你知道現場來說 已經有到上千度 所以後來那些車幾乎都燒到 完全都沒有了 才能夠停止 不是人家撲滅了 那你就知道車上的人 幾乎是完全都不 都可能就 因此這樣就身亡了一個狀況 你可以看到現在貪方的這個狀況 你空拍圖 這個貪方的衛免也太大了吧 太嚴重了 這個高速公路 怎麼會出現這樣的狀況 好那現在寶傑知道 現在人家就去拍那個畫面 我們仔細來看這個畫面 你要看這個畫面 這畫面你看 路基 它只有這樣子的 這個是柏油路對不對 下面 因為下面這個部分來說 照理說要做到10公尺以上 都是所謂混凝土 或是說混合的土 你的集配要很完整 對 就沒想到下面沒多久 大概只有大概一公尺左右 下面就是一般的岩石 沒有集配 所以等於是也沒有抓地一定很差 因為很差的時候 那你下雨這一定就完全滑動 所以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狀況 但是現在中國媒體人就說糟糕 他們研判說 這個所謂梅隆高速公路 這種災難事件 未來恐怕在中國會持續發生 因為品質都很差 對 因為為什麼 因為我們看到 從最近起中國的這個極端氣候 你看極端氣候 不是有下廣東 廣西也下暴雨 湖南也下暴雨 湖北也下大雨 去年的時候河北也下大雨 他們現在很擔心說 搞不好中國很多豆腐炸工程 會在這一次的這個所謂天災 或是說極端氣候的時候 會一一現行 到時候會死亡更正常 而且是我們剛剛講 為什麼以前 中國它的死亡數字 都可以壓在一個數字上 會讓你向上攀升 為什麼這個事情上 在整個中國炸了鍋 太多目擊者了 他目擊者講說 到了現場前面不是有火光嗎 對 你就在火光你還不斷地聽到 砰砰砰的聲音 對 沒錯 為什麼會這樣 一開始的時候 他們說 只有23台這個車掉落 然後一開始來說 最後10幾個人死亡 還有30個人就醫 可是我跟他講 事實上最後掉落到下面的人 幾乎完全都死掉了 因為為什麼 因為我就講嘛 當時起火那個溫度 是好幾百度上千度 你怎麼有可能會生緩呢 而且你在完全毫無防備的狀況下 直接摘出去的 對 那你知道事實上 現在越來越多目擊證人出來講 譬如說這是一個現場目擊者 他就說呢 掉下去幾部車之後 他就聽到爆炸聲 因為你知道那個 很大的距離下去之後 油箱可能爆裂 然後到油箱爆裂之後起火 然後在電動車這樣起火 那一定是相當慘烈的一個狀態 那你知道還有一個人非常幸運 他說他當時在開車 開車的時候 那時候他附近在開車 他們全部都睡著了 睡著的時候就沒想到 他就說他們開過去之後 車再往下線 也就是說他們是已經過了那個 那個線下去的狀況 然後往下線的時候就沒想到 他們卡在那個 已經有這個泥澳裡面 趕快加油趕快加油 加油之後 然後馬上最後才衝過去 不然的話他們可能也要掉下去 掉下去他們可能也是會變成 生死一瞬間 這個可能會沒辦法存活 另外還有什麼 現場目擊者就說 他們說已經有很多車掉下去 掉下去之後就很多車已經 因為那時候已經火光非常的嚴重 很多也開始知道說前面已經路 完全貪方了 他就說有些人就開始逆向開 你想想開 甚至還有這個車子你看 這個大貨車呢 他就把他橫著開 橫著開擋在那個地方 打橫 寶貞你看前面已經是 黑煙一堆對不對 所以前面已經開始 他們把他打橫 打橫了之後 就沒想到 打橫他還撞上去 對還撞上去 但是因為至少 這個目前為止 就沒有讓更多車 掉到那個地方去 再掉下去你看 這個事發前是這個樣子 路都好好的沒問題對不對 事發之後你看整個一個這個 這個路基完全掏空的這個狀況 相當相當這個嚴重 那所以你就知道說 因為一個車一個車 不斷地掉下去之後 所以整個這個死亡人數 才會不斷地攀升 而且跟你講中國還製作動畫 製作動畫 它是用駕駛的第一視角 對 我看了以後心驚膽跳 我就要講 你在完全7K的狀況下 是完全沒有預備的狀況下 直接摘進去的 對沒錯 事實上這次有一個過程 就是說一開始開過去的時候 寶貞最早最早開過去 開過去的人是怎麼樣呢 他們開過路面的時候 是其實有一點震盪 那時候還沒有 路基已經有一點破損 還沒有到整個掏空 後來的話就整個掏空之後 就一台車一台車往下掉 好那事實上現在 中國為什麼說是人禍 反正因為這個高速公路 它2014年才開通 距離到現在為止 也不到10年的時間 然後因為這個中間 我們就講 之前曾經發生過 你看旁邊的攤方 然後攤方 然後路基都沒有改善 當時大家就已經有 在踢爆說 你這個是不是有問題 但是它完全都不影響 好那我們就講 事實上以中國或是台灣的 高速公路來說 我們來仔細看一下 這是快速道路 你看它有10公分的 這個混凝土路面 然後還有這個混凝土 跟這個所謂瀝青 然後這個碎石底層 然後還有下面才有 才是有陸基這樣一個狀況 你看這個中國的高速公路 是這樣 你大概有1.5公分的 這個所謂高級的這個瀝青在上面 然後有這個低密度的 這個混凝土跟瀝青 然後接下來還有混凝土的 像土底層 然後接下來才是碎石路面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它這個 這個層 根本就沒有幾公分 一下子就來到這個所謂的碎石路面 所以也就是因為它的施工的品質 不如預期 而且它旁邊 我們就講它的邊坡下面來說的話 照理說 你這邊應該有非常多的這個防護措施 對啊 這邊也都沒有防護措施 包括說它的這個分配比重 沒有達到要求之外 護坡還有這個邊坡的這個放緩 這個地方都不夠有這個相關的這個 所謂保護措施 所以大家看到 現在中國的這個豆腐渣工程 是 還這麼嚴重 對沒錯 除了我們剛才講到的 這個梅大這個高速公路之外 包括說之前的齊齊哈爾的 松學倒塌事件 或者說哈爾濱的這個 最近有個大樓了 房屋超載 抱歉我覺得這個很誇張 就這一棟樓 是 直接從中間裂開來 對沒錯 我們跟大家講這是怎麼樣呢 4月27號的時候 這在這個黑龍江哈爾濱市裡面的 安康小區10號這個地方 你看 他就突然之間出現這個樓體這個裂開 裂開 而且裂縫越來越大 裂縫越來越大的時候 結果沒想到後來呢 這個樓就往旁邊這種樓 倒過來的這個狀況 倒過來的狀況之後 當然啊這個很多這個人就開始 注意說這到底怎麼回事 那官方當然要給一個這個說法 保持你知道官方說法是什麼呢 他說我們經查之後呢 因為呢 他已經超過安全的這個盒展 安全的盒展是多少 我看了完全嚇一跳 他說我們這個房子只能夠有 15乒乓米一個人 那15乒乓米是多少呢 3坪 3坪只能夠有一個人 那因為當時呢 他們有19個人在這個地方 然後其中有15個大人 還有4個小孩 然後造成這個槍體 裡面佔員佔太多了 對他說 我們家裡面怎麼會有這樣的規範呢 而且他還說他的安全載額是 3坪只能佔一個人 保證那這樣我們家到底要多大 才能夠佔這麼多人呢 所以他們就說一個新的成語 現在就是樓房超窄這個問題 怎麼會有這個問題呢 還有之前保證知道 之前我們不是講過嗎 在這個奇奇哈爾這個地方 不是出現這個所謂大樓 所謂體育館的頂樓倒塌嗎 倒塌原來後來就是 他們放了很多珍珠岩在這個地方 然後珍珠岩在這個地方之後 操縱之後導致整個樓往下塌 另外一個 最近發生在這個溫州這個地方 溫州這個地方有一個人 你看三樓在施工 三樓在施工 結果沒想到 居然之間 後來他們整個樓就塌了 塌了為什麼塌了呢 因為保證你知道 他們就說因為樓上 有人在做施工程的時候 他水泥工把水泥沙石都堆在上面 堆在上面結果沒想到 就太重 太重就往這個陽台 沒辦法沉重之後就往下塌 往下塌之後就一直往下掉 往下掉之後工人還從三樓摔到二樓 所以我才說 中國現在很多豆腐炸工程 恐怕隨著這一次的超大雨 或是說有一些所謂的 做大水的這個狀況 將來可能一一現行 好 所以董事長 這件事情讓我覺得一開始想說 那就是一個天災非常不幸的事情 跟剛剛講 從人數19 36到48 48了以後 整個中國炸鍋才去查 這根本就是豆腐炸工程 它完全沒有按照高速公路 應該有的集配來施工 中國大陸到底對所有的工程 有沒有施工規範嗎 有啊 當然有施工規範嘛 所以在有施工規範的情況之下 怎麼會做出這種工程 對 所以我先把這工程解釋一下 這個東西 這為什麼出現這個崩塌 這下線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它這個高速公路 就跟我們很多高速公路 也出現的情況一樣 它是出現在所謂的這種 在旁邊是邊坡嘛 因為邊坡的地帶 我們要做什麼 做撥坎 對 做撥坎上面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除了撥坎工程裡面 還要倒水 要水管 它因為一下雨的情況之下 那個不管樹木 或是中間的那些泥土 都會吸收很大量的水分 對 如果你不能把它那個水分 把它導引排放出來的話 它會變怎麼樣 攤風 這個裡面變成一個小水池 對 變成一個小水桶一樣 那個整個牆壁裡面 裡面的內部 不是一個尖石的土石 也就是你現在看台灣的公路旁邊 我們的邊坡 邊坡有坡坡 坡坡上面有一根一根的管子 對 那一根一根的管子 就是倒水用的 就是那種倒水的水管 因為一定會有下雨 那這個是 它有暴雨之後 它裡面就突然間 那個水分就大量增加 大量增加的情況 那個水本身就排不出來 排不出來會變什麼情況之下 變成改變了那個整個的 這個原來設計的壓力 因為它變成水跟泥土混在一起 然後它一直水一直增 一直增 然後這個壓力太大的情況之下 那個牆一定會破裂 如果那個水本身 它跑的方向 不是你想要往哪裡跑 要亂跑 所以哪裡有縫隙都往哪裡跑 剛好這個地方 就是在最弱的地方 所以施工可能在土 它的地質土質是最弱的地方 對 它就往這邊衝了嘛 那就是我們所謂的 有人講說液態化嘛 就是土質液態化 那下面整個就已經 開始是空的嘛 那個水已經把下面的 那個泥土已經 掏空了嘛 所以你重量 稍微重一點的話 它立刻就出來一個洞 那這個東西我覺得 你要注意看它大陸 中國大陸怎麼處理這個事情 它到目前為止 第一個它是 只有省委書記出來講話 他出來講話之後 當然他很簡單 因為不是他幹的嘛 那不是他幹的 那是前任前幾次 不知道誰幹的 他不知道反正他推嘛 這事情推掉 那這種事情呢 有沒有事後檢討 有沒有去做事後的調查報告 我可以跟你告訴你 中國大陸的工程的規範的嚴格 是全世界第一名 但是我告訴你 為什麼 他們是抄德國的 他完全是抄德國的東西 我曾經跟他們討論過的問題 他很簡單 他說我們 你們台灣搞不定 我就直接把德國的東西抄 抄得很好啊 問你怎麼執行 做不到 做不到 放水 貪官污吏啊 我貪官為什麼 你給我工程 為什麼我能夠賺這麼多錢 一個貪官下來 都是幾十億人民幣 那可怕的金額 就搞這個東西出來 那這個東西到哪裡 住處可見 我也可以告訴你 因為他們已經創下了全世界 人類最高紀錄 所有的拆遷第一名 中國土地是國家的嘛 我在這邊蓋高速公路 從中國滾蛋 一個月拆光光 管理這些人去哪裡去 然後再興建 全世界第一名 兩三個月就把高速公路蓋完啊 就恐怖 是這樣子的幹法啊 他非常驕傲 中國 中國速度 有一次我碰到一個 我碰到一個 一個中國大陸的一個 跟政府合作的企業家 他在香港碰到他跟我吹牛 他哎呀 我上個月我去紐約啊 這個我們這個中國 比紐約進步太多啦 我們偉大的國家 就是這個德性 他們完全沒有自知之明 而且這糟糕在哪裡你知道吧 這種制度情況之下 出那麼大的事情 他無感 無感 完全沒有感覺啊 他有沒有要去想要改善 沒有 因為要改善的問題 你要做什麼東西 你要做事後本案的檢討嘛 本案檢討完之後 如果我廣州城委出席 相關高速公路做 重新做一些調查 集件 做總體檢嘛 完全一點這種訊息都沒有 從來沒有人關心 他們認為不算什麼大事情 所以這才是這個國家的 這根本的腐爛的 這個可怕的地方 而他們非常驕傲 他們自己的基建工程 全世界第一名 好 我看 該講這個 中國現在這個煤龍高速公路 大家本來以為是天災 結果沒有想到 它居然人禍的成分這麼高 如果你連高速公路的工程品質 都有問題 那我還能夠相信你什麼 在現在這個氣候變化的狀況下 難怪大家會嚇死了 這件事情要特別注意 因為一般 就是出現這種公安意外 就把我幾天可能就過去了 可是現在發現 這件事情在中國大陸網路上 炸鍋了 對 炸鍋了 壓不住了 為什麼 很簡單 因為剛剛這個 司通跟跟大家講了 你的高速公路的路基 怎麼是做這樣 對不對 所以路基不夠 排水不佳 雨量過大 貪方斷魂 所以現在死了48個人 你想想看半夜2點10分 開車開到一半以後 碰了一下我掉下去了 他說碰碰碰 然後你掉下去以後 我掉下去以後 一台接一台 然後車子爆炸 燒起來以後 全部斷魂死在那邊 保健師我先問你一件事 五一的凌晨2點10分 發生那個事對不對 因為廣東大雨 因為廣東大雨到時候下雨 為什麼2點10分 瞬間 因為它的時速100公里 他盼望以後不是有車 剛剛看到不是有車在擋嗎 對 後續很多車沒有掉下去 可是為什麼短短時間 48個人掉那麼多車下去 為什麼 半夜2點多 為什麼那麼多車 因為5月1號那一天 放大假 過了12點以後 高速公路免收過路費 所以現在群群激憤就是 這一些死掉的人 都是最基層的勞動者 他們等了半天 五一終要返鄉了 帶了小孩回去要看老媽了 結果半夜2點 我為了省那個過路費 對 他是連過路費都要省 我在網路上面看到大陸 很多網友寫了 有的可能 後來又把那個文章給撤了 他說這些都是最辛苦的勞動者 他們連上路要回家 五一勞動節一到 那前一天不用工作嗎 前一天工作了 半夜還要開半夜的車 第一個想要趕快回家 第二個就是 那個時候不用錢 結果不用錢 你看半夜2點之後掉下去 好那你說天災人禍 沒辦法 下雨假下下很大 好 那保健哥你要知道 這個梅蓉高速公路 它是在福建廣州跟江西的交界的梅州這個地方 那廣東你說廣東算是整個經濟發展不錯了 可是梅州是廣東裡面相對比較窮 所以才會呼應剛剛所講的這個勞動者 那它的高速率又架得很高 是廣東裡面算是架得非常高的工程 然後品質又最差 品質最差 我告訴你品質算是現在才知道 當時這是品質最好的模範工程 在大陸叫做德鎮工程 因為那是廣東的示範高速公路啊 我們這邊有叫前站建是吧 那個叫德鎮工程啊 所以德鎮工程推出以後 2011年推出 然後2014年落成嘛 那把這個2014年開始使用這個高速公路 它本來是有機會的 為什麼我說群群積分 第一個就是他們是 這些死上的是勞動者 基層辛苦的勞動者 那大家不能忍 第二個 去年就可以防止這個事情發生 因為你說2014到2023過了9年了 來吧這個你看 這是去年也是這個梅隆高速公路 當時也因為下雨嘛 因為清明時間雨分分 4月以後就會下雨啊 所以去年4月的時候 這個梅隆高速公路 就發生攤方了 那發生攤方很簡單 除了雨大之外 表示要排水不好嘛 所以去年4月3號的時候 你看就這樣圖有沒有 就已經發生這個事情 這個當時的這個照片 你知道修了多久嗎 光是這個攤方 它修了整整39天 4月多初開始 然後一直到5月9號才有通車 所以你去年才不是多久 就是去年 去年的4月 出了攤方以後 你有沒有整個檢測 它的排水不好 結果你顯然去年弄完以後 今年又出來這個事情 雨雖然很大 沒有錯 雨是確實很大 可是雨大 造成它整個的陸跡都已經掏空 整個垮掉 又在半夜2點10分 所以我說 這件事情習近平都有講話嘛 說要趕快的 連習近平都講話嘛 他說要趕快的把這個事情 維護廣大的這個安全 他是沒有講要怎麼辦 但我看 因為這件事情 剛剛所講的這個群情激憤 可能不是只有說 艾爾很遺憾而已 後續做這一條高速公路相關的這些領導 還有當時的幹部 可能後續都會被追究 而且尾翰你知道嗎 我一開始跑公共工程的 剛剛吳董講的 我感受非常深刻 台灣以前才發生過這種攤方 這種整個道路旁邊 這樣整個待起來 都已經不知道插水管嗎 你知道以前台灣多誇張嗎 那個水管都有 但是你可以拔出來 那是都作假的 台灣以前作假 所以以前的台灣的攤方很嚴重 這幾年來非常嚴格的要求說 你一定要做好排水 還有呢 你那個錨釘一定要打進去 一定要真實的打進去 我們才改善了 台灣花了很多的力氣 花了很多的這個功夫才改善 如果中國 你沒有去處理這些東西 你未來的一些災害 會覺得非常的可怕 另外就是 中國現在 有些不可思議事 它不是基建很厲害嗎 對 結果這個基建 剛剛講 一燒船 貨輪過去之後 這個橋 就斷掉了 對 在廣州南沙區這邊有個橋 叫立新沙大橋 這個大橋呢 其實另外一個地方是接了一個島 所以那個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橋 好 這個橋在早上5點半的時候 第一班綠色的公車過去的時候 砰 掉到海裡面 掉下去 對 掉了下去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因為我們看到一個5000噸的一個貨輪 竟然過去 然後呢 走錯航道 撞到了橋墩 撞到橋墩的話 在過去來講的話 因為這一種都有加固加強嘛 你撞到橋墩 可能造成它的一個受損 可是沒有 它橋面斷掉了 然後橋面斷掉了 這台綠色的公交車 就直接掉了下去 幸好因為它是第一班的首發車 等一下 所以只有司機一個人 這一台車 後來變成這個樣子 對 它下去的時候 因為這高度是非常高 所以它整個砸下去之後呢 咪咪冒冒 你都看不出來 原本它是一個公交車 幸好它是第一班要出發的 所以還沒有載到客人 但是呢 除了這一台倒楣的公交車之外呢 還有轎車 還有摩托車 全部就掉了下去 所以大家就想說 這件事情也太離譜了吧 掉了很多車下去 怎麼會有一個五千噸的船 然後呢 撞到了這個橋 好 就算退役溫不響 你就算撞到了 你也不應該整個橋面 就掉下去吧 那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他們說 你怎麼可能偏離航道 這麼離譜 對 大家就想說 其實因為這個地方 有很多的一個橋墩 它應該是走其他的一個航道 結果可能早上五點半的時候 迷迷糊糊 沒有走到正確的一個航道 就走到了比較窄的 那比較窄的航道呢 它一看到的時候 有點像鐵達尼 來不及了 你馬上在拉的時候呢 你後面就變成一個 甩尾的一個狀況 所以它最慘的最慘的情況 發生了 如果你是直直的過去 你可能A到旁邊一點點 它最後整個過去之後 啪 甩尾 甩尾過去 然後呢重力加速度 你就把它給撞下去 但是你把它撞下去之後呢 大家還在想一件事情 怎麼上面的東西會掉下來 你這個橋 因為是非常重要的嘛 然後呢看那個畫面 為什麼還有水 因為那一個島 連接著那個島 裡面的一個名聲用水 是透過這個橋 所以這橋是非常重要的 它旁邊有一個自來水管 對 還有自來水管 所以現在來講的話 都要變成瓶裝水來接送 好 那大家就回頭想一件事情 因為這個橋很重要 所以呢過去來講 一直有機構 然後有很多那個公文 就講說我們這個東西 要加強防撞加固 所以你把這些東西 給拿出來看的時候 發現說他們是很用心的 因為他們那個橋墩 有用一個特殊鋼 然後呢再加上那個泡沫 會把它包覆起來 所以就像撞到 它會吸收它的力量 那大家大陸的網民就想說 那現在我怎麼會這樣 喔 因為還沒做 還沒做 對 所以你看喔 你看新聞也出來了 公文也出來了 然後批文也出來了 所以一切都出來了 我2023年我就已經講了 我這廣州立新沙大橋裡面 我有一個複合式的防撞裝置 跟抗撞能力分析 我還發表論文 講得活靈活現的 對 這些東西煞有其事 就在這個地方 我們剛才特殊鋼 它是一個波折的一個特殊鋼板 所以它可以吸收 然後另外用了一個泡沫來吸收 所以這東西講得跟真的一樣 但是為什麼發生事情就出事了 因為還沒做 所以大家網民就炸過 那這個東西 就是很多人民的一個損失 而且我們剛剛講的 中國現在 類似這樣的公安還真多 對 你知道嗎 很多的時候 你沒有遇到事情 你就不知道這個東西 到底是好的還是不好的 因為最近中國大陸來講 15年的一個暴雪 你看這個東西 整個都攤下來 這是菜市場 這個時候因為它搖搖晃晃的 所以大家就跑出來了 但另外一個地方可以看到 就是湖北水州市這個地方 只剩下門面 你只剩下你前面的這個店 超市的店 那後面東西怎麼了 到底怎麼了 發生了什麼事情 也是大雪 所以它後面的一個收銀台的部分 還有整個商場 竟然就砸了下來 所以就消失了 那這個就非常慘 因為它一瞬間砸下來的過去的時間 太短了 收銀機當然有電源 所以來不及逃就死掉了 所以大家就想說 難道這些東西都是豆腐渣嗎 那現在一個一個發生之後呢 還有一個天氣的意象 過去來講的話 第一個你下大雨 第二個你下大雪 現在來講的話 還有一個叫雪打雷 什麼意思呢 你竟然在下雪的情況之下 又又打雷 所以在過去來講的話 有一個諺語 雷打雪人吃鐵 他們講說哇 這個風災災年 可能還不會那麼快結束 可能後面還有一些其他的問題 而且現在在北京 我看到一個新聞 把我嚇死的是 在北京的大馬路上面 大馬路上面 我們大概現在都打馬賽克了 有很多的碎虛 對 在北京的六里橋 這個大馬路這個地方 其實它是一個交通要道 在過去來講的話 有發生什麼問題的話 交警都會第一次先處理掉 可是這畫面為什麼會出來 因為上下班的時間 一台一台的行車紀錄器都拍到了 在這個地方你可以繼續走 公安正在這裡 為什麼這個地方 1點 2點 3點 4點 5點 6點 因為有人的一個肢體 那大家就想說 那這個也還好嗎 這交通意外嘛 可是有網友說不對喔 你交通意外 你要什麼車 可以這樣子炸成 這麼大的一個損害 而且呢 有這麼多塊 他們就想說 這恐怕不是交通意外 那什麼 因為不是撞下來緊的嘛 會不會是有命案 然後呢 人就直接把你的一些 一些一些 一些部外 這太可怕了吧 對 丟了過去 那過去來講的話 北京天子小夏 是不會看到這個的 好 所以慧珍 之前呢 我們會看到說呢 所謂的割韭菜 割有錢人 大家或許感覺沒那麼深 但是我們剛才看到 現在割韭菜 割的都是農人 割的都是老人 但是現在更慘的是 當你現在呢 你的工程安全出現了疑慮 是會出人命的 而且說的 就是中國一直在宣導的 一帶一路 是 中國這個一帶一路 本來是說啊 它要出口到很多國家去啊 然後透過這個基礎建設方式 一來幫助這些國家 二來也是可以拉攏 他們彼此的關係 結果沒有想到 出去的都是一個瑕疵品 所以導致現在 人家就要講說 事情大條啊 包括你現在畫面看到 事實上就是 印尼一個中蘇拉威省 它的一個工業園區 而它那個工業園區呢 本來是要有 中資的一個鎳 就是鎳礦的這種鎳工廠 就是鎳金屬 結果沒有想到啊 這個不鏽鋼廠之後 竟然發生了一個起火的 導致13人死完 38人受傷 那到底發生什麼事 他說有一點在維修的過程裡面 沒有想到下面有一些液體 而這個溫度又過高 所以在維修當中 這個液體引發了那個火災爆炸 然後裡面又一大堆易燃物 光是氧氣瓶就非常多 就沒有想到 產生了一個連環暴 而這個連環暴就導致 這一起 13人死亡的一個悲劇 那事實上呢 同樣的這一座工廠 這家工廠他其實在2022年的時候 六月也才發生過同樣的一個公安事故 但那一次呢 是導致一人死亡 六人受傷 那他們後來也有發生一些勞資的糾紛 而這家工廠其實就叫IMIP 這家公司 那這家公司呢 就是中資的企業 那事實上呢 在2013年的時候 習近平也曾經跟印尼的總統 他們進行相關的會晤 然後大家才拍板了這一個 印尼青山園區的這個投資計畫 那這個投資計畫呢 事實上宣布要年產30萬公噸的一個 涅鐵的一個工廠 不鏽鋼工廠就對了 就沒有想到發生出來 那個投產之後呢 就是事故不斷的發生 那除此之外 同樣的一個豆腐渣工程 還到哪裡去 也到了曼谷 在泰國也有 泰國也有 反正只要是中國出品 幾乎到處都產生問題 這個非常荒謬喔 上個月才開始營運的 它其實是個輕軌 就曼谷的一個粉線輕軌 就沒有想到超級誇張 它竟然直接從那個鋼 就是那個輕軌掉下來 你說這個直接從這個上面 然後往下砸 對 它就直接砸到人 砸到車嗎 砸了三輛車 然後砸了三輛車之後呢 那麼整個這個泰國的 這個人啊 泰國人就發現說 怎麼中國的工程品質 這麼樣的糟糕 對於中國製造又再次產生 很大的危機喔 那後來調查事故之後 發現他們是混泥土的一個 那個泥土柱的一個鬆動 導致一條十公分寬 五公分厚的一個鋼製輕軌軌道 就整個這樣掉落在一個路面間 所以砸到了三輛車 旁邊的一根電線桿 也就因此而砸貨 那所以呢這個事情還好 並沒有產生人員的傷亡喔 但你也知道 其實中國不斷的包這些工程 而且用低價的方式 跟很多的國家競爭 結果便宜沒好貨 因為看那個畫面其實非常驚險 你想想看 現在是鋼營運 還好沒有列車經過 如果有列車經過 那個輕軌的鋼軌 就直接這樣掉下來 車上的人有可能玩好嗎 所以說難道這個一帶一路 我蓋在其他的國家 我就不必管他們人民的生死了嗎 對所以這就是大家會認為說 天啊你是一帶一路 這一路是通到地獄嗎 那這通到哪裡去啊 怕死人喔 所以呢這個除了這個 剛提到的這些東南亞國家有這些相關問題 嘿有一些國家更荒謬 什麼荒謬呢 像以芬蘭來講喔 哎呀事實上呢 他們是2019年的時候就宣告說 哎呀我們要透過一帶一路的方式 前進歐洲喔 包括像什麼芬蘭啊 埃莎尼亞這些啊 我們要有一個中國點時基金 這個點時基金呢 要投資150億歐元融資 還有一個相關的備忘錄計畫喔 中國資本將建築全球最長的一個海底隧道 這個2019年到現在三星尼過了 有沒有看到那個發現有記者特別去看喔 現在三四年啊 那到底現在情況進展到哪裡啊 完全沒有動工的感覺啊 完全沒有動工 所以人家就說這個點時基金喔 點進去看發現它是唯一一家 一帶一路倡議之下 提供定制化一站式金融解決方案的基金喔 什麼意思呢 他說你舊錢我幫你倒酒 他說他目前為止啊 在整個全球啊很多不同的地方 總共有300億美元一個融資計畫呢 那呢這一次呢他們跟那個思路基金啊 這一個計畫其實跨了很多國家 有超過要弄出一千億美元喔 結果人家發現說你賣一千億啊 看起來連一百一十億美元都沒有動 如果有動的話不會這樣 所以這時候我們才發現原來在芬蘭灣 本來要有的這個一帶路的海底隧道 它竟然變成了全世界最大泡沫 對 你也不能講它泡沫 因為它沒動 對大謊言 對大謊言 所以你就會發現 而且本來還規劃喔 你看海底隧道那麼長喔 結果到目前為止真的是沒有動溝 那另外一個呢 事實上也是一個 看起來很可怕的是什麼地方呢 它其實現在看起來跟鬼城一樣 它是芬蘭東南部的一個區喔 東北角區 那離市中心大概有60公里的一個地方 六公里的一個地方 那它現在是怎麼樣 其實呢它大概有三萬多平方米的地方 現在整個幾乎跟空城一樣 那為什麼 主要也是他們之前相關的進行投資 結果也完全沒有營運下去 所以呢這個是由湖南省喔 他們一個發改委進去的一個投資計畫 那我們就講到說這個2013年喔 這家公司就已經去大型土木興建了 然後呢就從那時候開始業務的一個虧損金額 就高達20萬的歐元喔 然後年年都虧損 然後呢發現說好像到2018年之後呢 看起來是有一些營運的狀況 在不管怎麼樣過去這10年來 都是呈現一個鬼城的狀況 所以換句話來說 這一帶一路呢都是啊 要不然就是把這個瑕疵品的工程輸出國外 要不然就是在國外複製一個鬼城的一個計畫 那人家就會人家就說啊 你這個其實一帶一路 根本就沒有達到任何一個友好邦交的效果 那事實上中國自己本身呢 這個豆腐渣工程也是非常多啊 像是你看啊很可怕的這個威海大雪喔 就壓倒了他們一個廠房喔 等一下你看到這個廠房這個是缺了一個大口子 你看它是其實是被雪給壓下來 就整個這個地方全部都空掉了 全部都空掉了 就是我們當然知道說一旦有雪的情況之下 當然就比較重啦 但事實上你在蓋這個建築物之前 不是就應該要去考量這些事嗎 結果真的缺了一腳喔 所以就覺得實在是很荒謬 還有另外一個是10月11號之後 在大陸四川發生一個高中啦 這個四川高中 竟然學生在裡面走一走走一走 掉入天坑 就掉入天坑什麼 化糞池 這太恐怖了 所以就心裡想到說 這個如果說連學校 照理說很多學生的地方 應該是要這個施工品質更為安全 更為考量的 沒有想到走著走著就會掉入到化糞池裡面 玉鳳 我現在對中國大媽的情仰更深了 他們居然可以屠售 把石座的護欄給搬斷掉 對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畫面 這個是石座的一個護欄喔 結果他們在做運動的時候呢 一個身體往後延展的一個動作 竟然砰 就把這個護欄給拔掉了 就是中間這一位從荒謬 拉到架來了 然後下來的時候呢 這個護欄的石應該石頭做的嘛 對 打到他身上竟然還斷成三結 然後大媽還沒事 大媽還可以站起來 所以他就想說 他打到大媽的身上才斷成三結 對 斷成三結 然後想說到底是因為大媽的神力無邊 還是因為這是豆腐渣工程 但是最厲害的是 這主管警官就說 奇怪 這男有什麼豆腐渣的問題 你不要去搬他 你不要去拉他 他就不會壞掉啦 我拉就不會斷 對 這個現在就是他們主管單位的 一個最新的一個說法 好 這個前唐朝 大家都會去看嘛 也是一樣 浪過來的時候呢 很多人就說啊 就是尖叫 就是準備要拍照 結果沒想到 哇 這個浪竟然把他的護欄也給打爛了 打爛之後就哇 這個不是應該是保護我們的一個地方嗎 全部碎成一片一片一片的 然後呢 大家就碎落為地 就想說 這個應該又是一個豆腐渣的一個工程 這個是最新做的 但是呢 過去來講呢 廣中說有個大教堂 這個大教堂呢 有百年歷史 結果呢 有小朋友跑上去玩 結果掉下來的時候呢 竟然就破掉了 他說這個東西的話 你是真的是古物嗎 還是你這次先去弄的一個杯 然後這個杯呢 也是一個豆腐渣的一個工程 你說我上了這個石杯 碰一下這個石杯 整個碎裂開來 那這個還好 小朋友沒有大礙 這個是最可怕的 湖南一個高樓 你走過去的時候呢 竟然發生說上面的一個 的一個磁磚 全部掉下來 那掉下來的畫面我們看一下 就像是火箭彈襲擊一樣 砰砰砰成一團啊 那炸成一團這樣說 這個現在來講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最可怕的是這個 進京洲呢 有一個橋 這個橋呢 既然貨車過去的時候就坍塌了 坍塌了 對 既然橋就坍塌了 坍塌之後呢 很多人就想說 你這個橋一定是豆腐渣工程 主管章位又喘出來說 我們的橋沒問題 你車太重了啊 你要自己看看 你載那麼多東西 你怎麼可以把我們的橋給壓垮 來 你來賠 所以現在來講 還有車賠 對 現在來講他們就覺得說 這個東西真的是太離譜了 好 這個是橋 那這個貨車過去又把它給壓垮 然後現在來講的話 貴州 貴州不是我們一直有講過 他們幹了很多的高速公路 然後呢 層層跌跌穿來穿去 高架橋樑也出事了 對 高架橋樑 它的橋墩竟然已經歪了 我們剛才講的 這一次的杜蘇瑞颱風 對中國造成非常嚴重的一個災害 從福建進去 然後我們看到了華北 東北 都深受其害 深受其害之後 你覺得很奇怪的是 當整個災情最嚴重的時候 你沒有看到解放軍 你沒有看到武警 你沒有看到任何中國軍方武警 進行救援動作 你就看到這些水流 你就看到這些災民 在整個受到這些傷害 結果這些水退了之後 武警才進去 武警進去之後 居然唯一的要求是 不准再拍照 不准再上傳 不准再洩漏任何災情的資料 因為為什麼 因為這是天災 它也是人禍 為什麼講人禍 搞不好看 這個是黃河大橋 這旁邊幹嘛 這都是欄杆 一吹欄杆全部垮掉了 是 你知道 寶杰哥你現在看到這個畫面 事實上它只有完工不到一年 大概只有七個月左右 沒有想到風一吹 所以在8月5號的時候 也不過就是風勢比較大一點 沒有想到這200公尺的所有的橋 竟然全部倒下來了 欄杆全部都倒下來 一陣風 一陣風就這麼一陣風 它就跟對面一樣的欄杆 對 就這一陣風 就把這邊的欄杆全部吹垮了 是 而且這個黃河大橋 它主要是連接山西跟陝西的 全長是2.6公里 那事實上完工到現在 真的不到七個月時間 然後大家心裡想說 你做了那麼久 而且你斥資1.8億人民幣 台幣也大概8.5億左右 沒有想到一陣風就可以把你這個欄杆 全部幾乎大概有200公尺都吹倒了 吹垮了 那想到說如果來個地震 如果來個狂風暴雨的話 那你會不會整條橋就這樣子斷了 所以大家心裡想說 中國現在很多的工程 看起來是豆腐渣工程 而豆腐渣工程在一個 比如說颱風來的時候 就會形成 是天災但也是人禍 造成的傷害都無法估計 中國現在這些豆腐渣工程 這些爛尾樓 不但沒有改善 而且越來越可怕了 是 事實上 除了我們剛剛提到 現在發現 真的各省都有這樣的 豆腐渣工程 你現在看到的是吉林整的長春 長春有一個長春的長圈橋 沒有想到秦津到那邊之後 突然水泥還是怎麼辦呢 全部都整個掉下來 就嚇死人 他們就講到裡面大概有兩個乘客 也都受到了輕重傷 然後他們就講到說 怎麼可能你這樣子的秦津 這樣不是對路人來講 太可怕了 然後對駕駛來講 真的是 你什麼時候會出事都不知道 還有另外一個地方是在哪裡呢 在福建游溪縣 這個福建游溪縣 這也是非常誇張 它其實也是一個牌坊 然後這一個仿古的建築 其實也是今年1月才落成 沒有想到也是短短不到半年的時間 沒有風 沒有雨 沒有地址 什麼都沒有 沒有想到重達七段的一個牌坊 就整個砸下來了 然後就這樣毀了 結果後來人家想說 不是啊 現在是太平好 日沒事情 還好裡面沒有很多人 你們怎麼掉下來 他說沒有啦 那個牌坊太重了掉下來 牌坊太重 那牌坊重也是要把它 更重的東西把它墊在底下 怎麼會因為說牌坊太重 就這樣掉下來呢 後來就有人進一步解釋說 沒有啦 前一陣子可能有颱風 本來就已經不穩了 所以現在剛好你以為 那個現在是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沒有啦 那盡情都有事 你說颱風過去沒倒 但是颱風來沒倒 颱風過去也倒了 這種話它也出了出口 所以他們心裡想說 整個中國這種豆腐渣工程 真的是讓人家覺得不可思議 而且會讓人家市民覺得說 好像處處到處都有一些陷阱 都有那個危機當中 這也太爛了吧 真的是太爛 你真的現在看到伊右市在哪裡呢 它一樣是在山西 然後河北也一樣也是這樣的狀況 它也是一個橋 就沒有想到 也沒有一個大雨過後而已 沒有想到河邊的一個石子圍欄 也是成片的一個倒塌 然後它就 所以這不是剛剛的黃河大橋 不是 另外一個 這另外一座橋 另外一個河北 其實現在中國我覺得 你只要看到有橋 我覺得你可能就要走旁邊一點 太誇張 怎麼會發生這種事情 然後你現在看到這也很可怕 山西暴雨就沒有想到 一個建築物的整堵牆外面 全部都剝落 然後心裡想說 你這是沒有翁水泥 不然怎麼可能 一個暴雨而已 竟然會整個 所以相關的一個紅磚 全部都剝落 這真的是豆腐渣啊 另外這裡是哪裡呢 是全的綿羊 一樣也是雨過後呢 就會變成看起來 像是水連洞的一個樣子喔 然後當然覺得 這真的是不知道該怎麼講 另外的是 河南的一個鄭州 一樣也是一個雨過後之後 它就會呈現路面倒塌的一個情況 然後你講說 那些都會偏遠地方啊 那可能就是有一些問題 那就算了 我跟你講最誇張是什麼 最誇張竟然是連上海啊 竟然連上海都出現 這樣的一個狀況 你會發現非常誇張 這是上海其實呢 它是一個 浦東新區的兩個小區 他就說我們這個地方 20年沒有修改了 我們稍微進行一個 下水道工程的改建計畫 沒想到一改之後 20年沒淹過學 這一改完工不到一個月 就開始淹水 所以那邊小區的住戶 就非常生氣 我在這裡住你 從來沒有淹過水 怎麼你這個工程污水 下水道工程給我改一下之後 完工一個月 竟然我就淹水了 結果他們還有話講 他們說不是不是 我們這個分區新鮮 我們這邊雖然完工 後面那一區還沒完工 所以淹水是因為後面那一區 還沒完工 等到後面那一區也完工了 整體檢驗過了 就不會淹水了 就住戶就心心想說 我聽你黑白狗 所以中國現在的問題就顯在 真的不管是偏鄉 還是就連上海 真的這個豆腐渣工程 隨處可見 而且我覺得最有趣的是 我們常常講的大水沖倒龍王廟 結果我剛才講的 在北京房山的洪水 居然龍王廟是好的 我們之前講的 盧溝橋不是盧溝橋 盧溝橋是好的 這800年前的房子是好的 其他都爛了 因為800年前沒有偷工減料 所以就覺得兩鄉比較之下 你都會覺得這個共產黨的 這個黑心跟偷工減料 比這個時間還要恐怖 什麼意思呢 人家800年的橋放在那邊 800年的洗禮 風吹日曬雨淋 地震大水都衝不垮 結果你旁邊的一個小青河橋 也沒有完工沒有多久 沒有想到就這一次 就給他給吹他了 所以這兩鄉比較之下 你就會發現中國 尤其是近代的 大概近十年的豆腐渣工程 才是中國人死傷 每一次天災之後 最重要的人禍問題